這個雖然封面有三個人興 其實實際上 我也要說回 真正在公眾場合 看成人影片的 只有英國議員 其實我也要說回 不要雙重標準大家說話 一定要用同一個標準去行事 還有為什麼我們會放不同的人在封面呢? 第一件事就是要幫何俊仁澄清 何俊仁被人說他是AV人 其實他是沒有看AV的 他只是看穿泳衣女郎的照片 台陽你的麥克風可能不能出聲 我看見你的嘴巴有說話 但你的麥克風好像關掉了 我自己關掉了 我自己不知道 不要緊 我看到的我會提醒你的 不要緊的 當然我不會打字提醒你 因為我這樣說是簡單很多 即是李梓敬的情況 我們也沒有說他在公眾場合看成人的東西 沒有成人向的東西 他只是公眾關注而已 即是他公開地關注這些東西 大家不要雙重標準 如果你的標準是別人看穿泳衣的女郎 就叫他做AV人的話 即是那個行為的標準 就定得很高了 我要先說一下 即是我們 我們是專門抓別人 拿雙重標準去搞那些人 即是我們一定要 即是說回 你不可以嫌人歡己 即是嫌人歡己 其實就不是很適合的 我很操淺的看法就是 為什麼現在有些人可以公開關注 即是這些散播不雅物品的網站 或者推特帳號呢 這個我們也要講一下 這是有一個深層的解釋 其實現在在香港 我告訴大家是多了一些男人 在公眾場合 例如在地鐵那裡看鹹片 其實 看P站 看四仔都有 即是根據我們那些網友的報料就是 喂 還要開大大聲 那個speaker 是不是那種 有些人是這樣 很噁心 即是 我也要講 你一定要有一個標準在這裡 我也要定一個標準 其實我覺得 你自己在家裡看 或者躲在房間看 關了房門 你做什麼都沒有人理會 那些是私人問題 這個就是私人層面 但如果你在公眾地方這樣看 舉個例子 你在地鐵那裡看 或者你的帳號 是追蹤了 這些發放色情 或者甚至嚴格來說 是四仔 其實有些東西是不准路的 其實已經是在香港 根據現在的淫蝕物品條例 是違法的東西 如果你是追蹤一些 尹蝕物品 即是專門發放尹蝕物品 尹蝕及不雅條例的東西 即是視頻也好 影像也好 你公開去追蹤 其實你是有一個立場在裡面 我也要說回 大家可能不喜歡我說這些話 其實現在是越來越多男人 在手機上做這些衰格的行為 以及現在是越來越多 全世界的趨勢都是這樣 即是上學的時候 乘巴士 可以看到一些男人 即是女學生 學生妹 可以看到一些伯伯 在那裡播放這些 即是在巴士那裡播放 簡直是騷擾了 即是這樣說 其實公共交通 本來是不應該有這些色情東西的空間 即是 網上 不是一個沒有色情的空間 我要告訴大家 但是 如果你是控制一些帳號的話 你是有責任 你的帳號 不要去追蹤一些 涉嫌 報一些在香港是違法的 不雅的物品 渠道 這個是你自己是有責任的 你不要說我為了增長我的關注數 我就這樣做 志同道合就可以了 他說 他說立場一致 志同道合 不是這樣的 你要明白 其實社會有多安全 大家一定要守一些規矩 坦白說 你現在在地鐵上播放鹹片 其實是不是犯法的呢 在有些地區 我不敢說香港是不是犯法 在有些地區 這些事情是不犯法的 在公眾場合 做這些事情是不犯法的 但是在香港嚴格來說 應該是可以抓的 我覺得是可以抓的 好了 那個問題是 對於大多數的女性來說 你看到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大多數的女性來說 在公眾地方 看到這些事情 就是 不好的 我的看法就是 在公眾地方你不應該做 這條界線就在這裏 就是 在一個 公用的平台 因為他管推特 他有可能會用到公帑 你要明白 為什麼一個議員 他們的社交媒體帳號 其實他是有責任去管理好的呢 因為他是會找人去幫他 看著那些社交媒體帳號 是不是 而幫他看著 那個社交媒體帳號 的人呢 是間接收公帑去做這件事的 大家要記住 就是你在公共層面 有這些 涉嫌不雅或者淫舌的 物品 或者追蹤這些帳號 如果你繼續強調是沒有問題 坦白說 你完全是 你完全是 我的影片都沒有問題 阿欣子丹的那些都沒有問題 OK的 就是葉問的那些都沒有問題 三上又咬的那些就不行了 是不是 哈哈哈哈 我都要說 這樣做這些事 其實不是那麼好 其實有一本書叫做 《色情世界》 《色情如何劫持我們的性慾》 這本書 當然是一個教授寫的 那本書叫做 《Pornland How Porn Has Hijacked Our Sexuality》 寫這本書的 就叫做 《Professor Gail Dines》 姑且他就說 作者就是 蓋爾迪萊斯教授 他說了一件事 就是這些是跟權力有關的 其實就是 因為色情行業 它是得到主流媒體的幫助 我們之前也說過 《動防》 他們 哈哈哈哈 都是一樣的 你看那個鹹版 全部都是宣傳愛情動作片的內容 他還有放在娛樂版 有些是娛樂版 是啊 Toracef 告訴我們 是放在娛樂版 還有你進去《動防》 那個《動網》 你看什麼新聞 他始終都會推出 一些事業線新聞給你們看 這些好看法 點擊率比較高 對不對 是啊 所以呢 他們這些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色情行業 做出來的 即是他 將這些東西 就放進去 一個主流文化的程度 那裏 即是 這本書的作者 《色情世界》 《色情若劫詞》 這本書的作者 他是女人 這本書的作者 他就說 在公共場所看鹹片 就好像看電郵一樣 師匈見慣 就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 是啊 是啊 我也要告訴大家 我們只是講道理 為什麼這麼快講主題 我們都是要講一下主題 不講是不行的 要早點講 因為有時候我發現 到最後才講 就不講了 你看一下 現在的現實 就是 有些人覺得 這一種是他的權力 即是他去關注這些東西 是他的權力的一部分 你知道嗎 即是這件事 變成了一個權力的東西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自己想想 是否合適 即是我們經常都會說 我們經常都會問一個問題 是否合適 是否合適 當然 很多男人 就比這個很大的色情行業 嚴格來說 是操縱了 他也覺得看鹹片 是一個權利 其實就是 是男性特權的一部分 在公眾場合看鹹片 或者在公眾的 賬號那裡 關注色情的賬號 是男性對女性 施加權力的一種方式 是向女性 傳達一個強而有力的訊息 就是說 女性的身體 就是公共財產 還有一件事 你在公眾場合看鹹片 本身就是性騷擾 還有 如果你的社交媒體帳號 我的看法 你去關注一些 會散播 我淫蝕及不雅物品的 賬號的時候 其實 你也是在做一件性騷擾的事情 因為你關注這些 你的朋友就會 被這個平台推送 這些戶口出來的 大家留意一下 是會推送給你的 李子敬的賬號 同時 李子敬也有被什麼人關注 他也關注一些色情的賬戶 自自然而 他關注的色情賬戶 都會介紹給我的 是嗎 是啊 沒錯 無形中 李子敬推特的賬戶 就是幫這些色情賬戶推廣 是啊 某程度上是 他還要 最可惡的事情 他還要把 講好中國故事 和這些東西串在一起 我就要增長 我就要增加關注度 但是你要明白 這件事情 你這樣做 你去關注一些 我很粗淺的看法 成人向的事情 你說你不知道 不知道不是一個理由 是其是非其非 是其是非 我知道你會堅持一件事 但是究竟段崇智有沒有 跟警察道過歉 我是不知道 你要求的是 他要公開道歉 但是 他可能私底下 已經 講了 我告訴大家 為什麼 他私底下已經講了 警方可能是最清楚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警方在 中大繼續搞活動 已經是代表了一件事 大家 有些事情已經奮不自摸了 大家要明白 當 涉事方 雙方都已經奮不自摸了 的時候 你再要求 其中一方是要強力道歉 其實是不適合的 我也要在這裡講一講 另一方面 就是警方究竟有沒有強力要求他向警方道歉 我想我已經道歉 都還未定 你問一問警方吧 除了關注段崇智之外 問一問警方吧 是啊 其實 最嚴重的是 現代男性有一個問題 就是年紀很小的時候 已經習慣了看色情東西 根據一些調查 我現在講一下 11至16歲的青少年 其實有一半是看過鹹片的 而且很多是14歲以前的 其實就是 其實有些 男生更加會用鹹相 去做手機的 攝影器 還有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告訴大家 也是偷拍的問題 香港你也知道 其實長期都有這些犯案 是很多的 是很多的 還有一些這樣的群組 WhatsApp Telegram 是啊 還有一些東西就是 你老闆 香港其實這些罪案都不少 老闆 偷拍 這些 其實這些某程度上 都是跟那個 男性的特權是有一些關係的 就是你這些性騷擾的行為 其實就是 真的不是很對的 我的看法就是 究竟 究竟 男人在公共場合 關注這些事情的時候 究竟 我的看法 你是不是要 做一些事情 去 嚇壞一些女人呢? 就是 我是想 問一個問題 就是 有些事情 你可以說 他老婆也不介意 那就是沒事了 但是你要明白 他那個推特帳戶 不是個人帳戶 來的 就是 他那個帳戶的定位 是牽涉到一些公權力的 是牽涉到一些公權力的 大家要記住 這個議員 所以 所以 他說他被人監察是什麼別有用心 你是神經病的 這個不是別有用心 我們說回 道理 道理你不說 一開始就說人家沒黑你 一開始就別有用心 還是他各作都說沒有黑你 德國是沒有黑你 真的 別有用心 這種人 有錯 不肯認 不適應 是 可以看到他 有沒有誠信 這個人 我看不到他有什麼誠信 我告訴大家 一件事 其實工程行業 從來都有一個漏集 即是我們這裡聖誕節 以前 現在沒有了 以前就有漏集 我在這裡說回我們這裡的經驗 其實澳洲也有漏集 現在有些工程公司還會這樣做 但是 坦白跟大家說 我們公司就不會做這些事情 我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我在其他公司打過工 他們聖誕節的時候 就會送月曆給別人 即是會送月曆的 印得很漂亮的那些月曆 當然 有很多公司都會送一些正經 但是 男人和男人之間 拉近關係 其實就是 有些事情 就是要說女人 那些事情 這個 說 我自己都覺得可以接受 但是 有些情況 就不是說那麼簡單 我告訴大家 那些月曆 那些月曆 他就會送 有兩個版本 一個 就是 應該不止兩個版本 我記得有一間公司打過工 是有三個版本 一個版本就好像 何俊仁看的那些 穿泳衣的女郎 那種 那種 那種算是健康的 就是我的看法 也是 可以算是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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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月曆 那種 好了 接著就有一些 就是 無上妝的 就是 無上妝的 還有 也算是拍得比較 漂亮的那些 就是有些藝術感的 但是已經有裸露的情況 的月曆 還有一些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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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稱為 硬核的 就是所謂硬核的 的月曆 硬核的月曆 那硬核的月曆 就是送給一些 關係 最親密的 最好 的客人 真的 是啊 那時候我老闆 那時候二十幾年前 我去打工的時候 是二十幾年前的事情 我問他 這些東西有人 拿出來的嗎 有 因為 他說我們這個行業 主要只有男人做的 就是 做工程 主要只有男人 那麼 就算聘請女人 也要 那個女人 是要 接受到 我們這些 在工程行業做的 才行 所以 其實 我告訴大家 以前 很普遍 就是 在工地 我自己也經歷過 其實社會是要進步的 但是 有些事情當然是沒有進步 我的體白就是 現在還有些人還是退步 莫叫姐姐說 這樣也有意思 是啊 我告訴大家 我之前試過在一間工作 二十幾年前 他們 在地盤 他們有駕駛 caravan 即是那些 房車 或者營車 營車 營車 其實營車 營車就是做辦公室的 因為 營車就很殘 說真的 都不知道 是不是可以上路 那些 他就放在那裡 而且 天花板 是漏水的 天花板 是漏水的 那 有個人 就賤到怎樣 就是 把 一個全裸的 女性的海報 貼在裡面 就貼在天花板 在適當的位置 就會漏水的 漏水 哈哈哈哈 是賤到這樣的 我也要說一件事 為什麼我想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是牽涉到一些 男女平等和公權力的東西 我的看法是 佐特就說以前貨櫃內很多色情海報 是的 你說得沒錯 也是的 也是的 其實 Ko Kimi說 不用看月曆 亞仔做實習 那些工人 人比社交群去看 全是雷雷 其實微信群也有很多人傳這些 WhatsApp群也有很多人傳這些 其實是一個色情氾濫的世代 其實是 我不是說要做道德AIR 我不是那些什麼道德AIR 我只是說 你如果有些東西 你是牽涉到公家的資源的話 你被人監察是正常得不得了 就好像何俊仁那樣 他看的相片 其實是穿泳衣的 你們都叫他做AV人 是不是 那好吧 不要緊 你同一個標準 你去一個議員 關注那些野外露出 鹹片 木瓜女郎 喂 你 你不可能 將這件事覺得無所謂 還有你不可能幫他辯護 就好像林林 其實我覺得那對林林是很失望的 就是他說我會不會有些賬號是專門去陰他 你要看實 第一件事 你要看看你究竟追蹤別人 別人追蹤你的方法是怎樣做 是不是 哪有這麼多人陰來陰去 真是很現實這樣說 你這個林林說話應該要公道一點 你不要覺得同立場的 就要幫回老友 再說一些不公道的話 對不對 其實一來這件事就不關你的事 這位林林 二來他是明真的 的而切千則萬確 有關注一些色情的帳戶 解釋也沒有輪到你去解釋 KHK是誰 林林林是一個立法會議員 在選委界別的議員 我也要說一件事給大家聽 Wing Chiyang 說何先生不應該在議事上聽聽 沒錯 你說得對 而且是坐在這裏待公帑的時候 他看這些東西就不對 就是同一個標準就是 你坐在這裏開會的時候 你去訂芒果也是錯的 明白嗎 不要雙重標準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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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龍眼妹以為我們 林林林 不是不是 不關我們芒友的事 先說清楚 我們芒友有一個林林 但是另外一位議員我們說 就是 有芒友就說 日本人是送這些月曆 我告訴大家 其實 日本的色情產業是養活很多人的 事實就是 是日本他們專門物化女性去做這些事情 他是刻意去做的 他們的色情行業 其實很多時候 後面的大老闆 就是一些大企業的 其實在美國也是一樣的 其實在美國也是一樣的 在美國其實是一樣的 通用汽車 通用電器 其實是有些子公司 就是去拍鹹片的 這件事情其實是 美國也有一些 衛導知識說過 你不要搞錯 做這些事情 但是他們是一條產業鏈 這些國家是一條產業鏈 是沒有辦法的 那些AV女郎 有時候轉介去做賣車的 跟車子拍照照 可以互相推廣一下 沒錯 互相依存的關係 這個是利用 男人 其實男人是色情的 我一定要說 你說 這個世界有沒有不色情的男人 其實我認為是沒有的 我也講過很現實的事實 給大家聽 我講法就是 你色情到什麼程度 究竟是什麼程度 你去到什麼程度 我告訴大家 在外國有些學校 現在是難搞得怎麼樣 男女一起讀書的學校 有些年輕人 就去拍別人的裙子 拍完裙子 還有一些 就是逼人 脫衣服拍裸照 是有這些情況 有些欺凌問題 是有些欺凌問題 其實現在 在香港也是有的 是的 那些欺凌問題 弄了出來的色情內容 就是通過那些推特 那些去發佈的 就是推特那些色情賬號 去發佈這些東西的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 如果一個 立法會議員 去追蹤 這些賬號的話 他是不是應該 停止追蹤這些賬號 我想問一下 他的說法說他的做法是沒有問題的 你明白嗎? 這件事情才是最令人氣憤的 就是 我不是想針對李梓敬 說真的 我只是想說一個 大道理 我是說一些道理 有些事情 大家都要理解 現在社會上 社會層面 這些事情是傳來傳去的 是賤到無論的 現在是很有問題的 那你想不想社會繼續爛下去? 你如果全部都是私密的 自己 一個群組看 或者 你自己按來看 你自己 在睡房按來看 在彼頭看 我覺得 一些問題都沒有 我不是一個道德 error 我也要說回 但是 你能不能夠 公開去做這些事情呢? 這樣公開去做這些事情 好像一點責任都不用負 行不行 是不行的 他還要大條道理這樣說 才是好笑的 這個人是 是衰格到不得了 Kent璋就說 呂赤華昨天 為西門指敬辯護 狡辯 無恥到極 他們那群人是無恥到不得了 他整群都無恥的 走一堆 Toracef 他說他已經停止追蹤了那些帳號 你又給公道人 這個是之後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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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說 別人沒有欺負他 現在 他這個立場沒有改變的 說是別人沒有欺負他的 那是誰欺負你 實實在在是有跟蹤這些帳號 還有你跟蹤這些帳號的時候 有沒有用到公帑呀? 有沒有人幫你管理呀? 你幫你管理 推特的時候 有沒有用到公共的資源呀? 是不是? Mandy Leung就說他們是立場相同 他就是這樣說 最初的時候 Toracef 你要看看他的回應 他的回應 最初的時候 他說 我們會繼續做回我們做的事情 繼續做回這些事情 他會繼續追蹤別人的帳號 有你沒有你先追蹤了 先追蹤了 香港藝術HK就說 歡喜嚴仁 沒有資格領導別人 他又不用領導什麼的 匹通就說 蛇鼠一窩立場一致 但是其實呢 香港是要理解 我覺得 香港是要做些事情的 那些伯伯在地鐵那裏看狠片 其實是一定要 拉回一兩個才行的 我的看法就是 不可以在公共場所 給那些伯伯這樣做 是不行的 如果大家發現到 有些人做這些事情 就要找警方處理 因為在公共場所 做這些事情 其實 說真的 對女性是不公平的 我的看法就是 還有 現在在香港的公共場所 對女性來說 其實已經算是相對危險的 我的看法就是 還有男性的行為 是要改變的 我的看法就是 你看歸看 男人喜歡看女人 是很正常的 你看歸看 你不要影響到那個女性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的 輕方年就是 偷拍群體都沒有意義 我告訴大家 香港真的很多人都是這樣做的 很多人都覺得很棒的 Torizep就是 他真的是unfollow了 現在幫他護航的人是肉酸 你就看看他究竟 那二萬幾個戶口 是不是一個銜蜆都沒有 很簡單 沒有人有空跟他討論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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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仔細地找 如果仔細地找 他再要找些東西出來 弄鬼去都行 不過我們就免得 很坦白說 HB都說得對 社會黑暗面的東西 就是留在黑暗處 有些東西 存在不代表可以登堂入室 拿出來是理所當然的 是不行的 有些東西 我們都說的 太過分就不行了 社會就是這樣 Jackson Lee 說 你指X的Y 你變成道理 他們是很過分的 Jackman 說 繼續看閒網 都知道他會繼續看 記得不要開會 鬥人工的時候看就可以了 罐頭就說 要看可以用個人帳號 不可能用公眾帳號做 他的解釋就是 他追蹤那些 因為他是有共同的 我忘記了 共同的理念 好像是 政治取態相同 政治取態相同 好像是這樣 類似的意思 Judy Kyd 我覺得他的解釋 很噴漏漏漏 最主要是態度不好 自己壞了更難 他一向都是這樣 大家要記住 道歉就沒事了 真的 道歉就完了 沒有人覺得 你會有事 也不會再有人追究 但是你死定 對 大家要記住 他這個人 明明是自己的電話 干擾到立法會開會 他也要說不是我的 不是我 他是慣性說謊的人 你知敬是 他是習慣了 習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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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衰得那些人 施祖祖祖說 一會兒就像西方說 有網軍公共 他已經說了 他已經有黑暴 黃媒 黑媒 他抹黑他 是啊 GDK提出了 立場相同 就是 究竟是什麼立場相同 你們是否喜歡野外露出 立場相同 真的 喜歡野外露出的立場 何虎就說共同色色理念可以變很多人 其實人色色才有下一代 我都要說是真的 這個你都要用現實去說 但是有些事情不是讓你公開在這裡做 你公開吃飯就可以 你公開搞事就不行 現實就是這樣 對不對 你公開搞事被人拘捕 不是沒有人試過 在街上搞事 是不是 是啊 沒錯 這個一定要說 你自己躲起來做沒有問題 我自己覺得 我不是道德L 我不是道德L 我都要告訴大家 事實上 有些事情我覺得社會黑暗面有這些 譬如日本仔的大企業 下面的股份 有些閒網股份 我都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老老實實 現實就是 但是你不要公開在這裡搞 是兩件事 對不對 你不在家裡做沒有事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大家都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你在家裡做沒有問題 我先說清楚 你不在街上做就可以了 其實就是 不是公共的地方 對不對 好了 Kent Zhang說 夠膽看不夠膽認 都算是無恥羅夫的一種 Torasef就是 他真的不用道歉 因為他沒有犯刑事 但是他敢處理法 中央和中聯辦是看到的 不是 你不要雙重標準 有一件事 我的看法就是 雙重標準是不行的 在這些事情 那 Quad Wing Error就說 有人在檢查站放火 李子敬說 人禁殺他 他這些是亂來的 這個人說什麼都是亂來的 他硬炒作 只是炒作自己 只是炒作自己 不過是 還有 71 你也說得對 就是他當自己是偶像派 不可以認錯 壞了 就騙不到那些死忠 就是這樣 所以沒有辦法 他當這個議員是一個政治明星 當自己是一個政治明星 去炒作自己 當他支持他的人 都是他的粉絲 其實是不適合他的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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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要理性一點 支持他 我覺得不是問題 但是你 事還是事 理性一點 看吧 是嗎 空偉斯說得對 男人看這些事情很正常 但你不要讓其他人知道 是不是 你現在牽涉到公家的事情 你明白嗎 那 Toracef 如果他要為這個道歉 段校長 又是道歉 不要雙重標準 我看他和段校長一樣 那我就覺得不同 不同 就是Toracef 兩回事 事實上是不同 是兩回事 這個是 段校長 我們就用回梁先生的標準 梁先生他也沒有為這些事情公開道歉 對不對 但是 你要明白一件事 何俊仁在議會上是有道歉的 對不對 有道歉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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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我講過事實 其實何俊仁可以死撐 我剛好撥到那張照片 他可以這樣死撐 是啊 他可以死撐 是啊 我為了關注他 為了增加民主的力量 我關注他 所以為了增加民主的力量 宣揚我們的理念 你這樣說得不行 何俊仁有沒有這樣說 你這樣說 記者也會嚇我 我不想撥到 那就可以了 是啊 你可以不可以這樣說 事實是 是不行的 他沒有 那件事是有道歉的 是啊 那件事是有道歉的 即是David Zhang 男人好色 天性也 不過低調一點 隱悔一點好 不要大搖大把 燈頭一濕 沒錯 這些事情 你牽涉到公家的就不好 因為我的看法就是 好了 這個話題講到這裡算了 到這裡吧 啊 啊 啊 好 感谢观看